原标题 原本剧的整体感官效果,缺一不可,在快节奏的生活中,能保持注意力看一部剧着实可贵,这部剧就是一部,看了还想看,但是我想给自己更多时间思考,不是当作一部消遣,追高分的剧来看,这是十元李美帝转型作,首级无名之独剧情两次反转,影射当下社会的舆论暴力,这几年,十元李美正在从爱情剧往事业剧转型, 依然有演技又可爱,作为女生,我很欣赏她这样的努力,试验剧的题材,某种程度上也能吸引更广的观众,伴侣就是要找那种睡相,让你觉得很喜欢的人正,是因为没心情才要吃的有功夫绝蒙的话,还不如吃点好吃的去睡觉,如果有话要说,只能趁活着的时候啊,如果有话要说只能趁活着的时候啊,认死了,哪会分什么好人,坏人, 只是碰巧死了,我们也只是碰巧还活着不能把死亡当作不吉利的东西,不管女性穿什么样的衣服,或者喝到明明大罪都不能成为男人为所欲为的理由,没有得到双方一致同意的性行为,是犯罪是道,如何是看,自己如何处事吧,梦想是什么,用不着那么夸张的东西吧,有个目标, 就行了比如发了工资要买什么或者下次休假去哪玩,又或者为了谁,而工作那个,当一个女人邀请男人去他家的时候,后事出于怎样的心情呢? 喜欢她或者完全没把她放心上爱的时候不辜负人,玩的时候不辜负风景,睡觉时不辜负床,一个人时不辜负自己 为什么 stepping进去呢?